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各位慈禧小白 我们近距离把这个物品拿上来看一下 然后这小酒杯呢 口的直径大概估计五到六厘米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口径 然后呢 咱一分为二来讲的话 你看这边这个右面的流淌感呢 是特别的自然的 然后这边呢 口颜部分的这些肉啊 都已经流下去了 从这个流淌度来看呢 基本上这个器物吧 是放药里是这么放的 这边温度比较高 所以温度一高 流淌度呢 就会比较的大 这边就相对的要没有那么的流淌 之后呢 看里面 里面这个右水流到底下呢 它就会有一些 呃 底部就是流淌 不是很恰当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会有这些 就是小眼吧 然后我们看整体的这个光泽度啊 油润度 乳酌性特别强 然后镜面感也特别的好 这一看是宝光的范围啊 特别润 然后呢 鸡 呃 转角处有一定的肌肉 肌肉啊 然后再看这个冰裂纹也好啊 还是什么鱼子纹啊 这个我不太懂 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仿这个割幼啊 然后我们断下年代 看这个修竹啊 火石红啊 我断呢 是至少是青三代的 康熙啊 他们说这个有时候口言会有一些酱柚啊 康熙雍正会有一些酱柚 然后那个青白柚泛米黄色 你看 这有一点米黄色 但我觉得不是康熙的 因为你看修竹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软一点的 然后 嗯 属于这种尼秋 尼秋被啊 特别鬼圆鬼圆的 一般是在这个雍正晚期啊 到乾隆 他一般这种修竹 然后火石红 一线火石红 然后他又结合处呢 又十分的紧 所以我觉得他是挺倒带的 是个老物件 啊 啄酒一杯加万里啊 就是你倒点小酒啊 倒点茶 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我们整体再看一下 底部 底部它丝柚啊 它都丝的挺满的 然后也是比较深深的啊 所以整体来看 往远看啊 哎 虽然这是一个小酒杯吧 但是看着还是挺可爱的啊 鼓着气 特别明显 嗯 就是这么一个小物品 觉得很好 很自然 是吧 这明显的有米黄色嘛 然后 这种玄 玄纹呢 好像好像也能看出来一点点 然后它 这个底竹啊 太 淘洗的特别干净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黑点啊 特别 特别的洁白 稍稍的有点泛黄 有点干老 很干老 所以 至少吧 再往底下说 至少是青三代的东西 往顶上说 感觉雍正也是可以能达得到的 这么一个小酒杯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 我就下一页讲一下这个鬼公球 这 作为瓷器小白啊 我就是学习交作业 然后传到网上啊 让大家看而已啊 然后 然后那个 大家评论啊 点赞什么啊 都是对我一种学习的一种验证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 先来这里吃个越南粉 老板 豆什么面呢 前一天 你怎么吃呢 好了啊 最后这 的人是男的都给见他了 我一下子的时候还没有? 还是这么说 这子后呢 他怎么在跟你玩上是什么 什么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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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呢 对面我们再通过争达的内容 那一天什么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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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对我 这个是好多农邦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